欧美各国野火不断 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近期也发生了大规模的野火 当地政府已经下令疏散五个村落 那么发生野火灾情的是加纳利群岛当中最大的特内里费岛 那么当局派出了大概十架的直升机 150位的消防员跟50位军人来协助灭火 路透社指出 起火地点是位于当地一座国家公园内 火势蔓延迅速 延烧面积达到300公顷 而火场大多位于森林及河谷地区 也导致消防单位的救火工作更加的困难